好現在要來講解有關 interface 的部分 interface 的部分 你現在一打開 Blender 你就會看到這個是最 default 的 interface 最 default 的 interface 你可以看到中間有一個畫面 有一個類似方的東西 它實際上是一個 cube 像冰塊一樣 那個 cube 然後這邊有一個曲線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太陽 是一個太陽 那你可以想像它是一個光源 然後在下面一點點的地方 是有一個 camera 它是一個 camera 它這樣照過來 就會照過來 好 那下面有一堆很怪很怪的 button 有沒有 那其實它這個 interface 我剛才講過是很彈性 它有很多種 setup 所以現在的這個 interface 叫 model 的 interface 做 modeling 的時候用的 interface 我當然可以換成別的 例如說我要做 animation 它 default 就把你設計另外一種 interface 那右邊就是好像 就完全不一樣 然後好像有一個 play 的軸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些 play 的軸 有沒有 還可以錄影 你可以想像它是 animation 那你當然可以換成不同的 去用什麼 scripting 或是什麼 sequence 等等的 interface 那你也可以自己設計自己 interface 那我今天要稍微講一下 怎麼設計自己的 interface 像它每一個 interface 我先解釋一下 它其實都是可以彈性的 那我先講一下 你看看喔 現在我們上面的 interface 上面這個 interface 是看起來是個 3D 的 interface 對不對 我也可以把它換成 跟下面長一樣的 interface 下面這個 interface 叫做 叫做什麼 你看一下 叫做 button window 對不對 那我上面把它改成 button window 你看看 也是嘛 對不對 我也可以把它 把下面的改成 3D model 對 我這是搞怪的 實際上沒有必要這樣 你懂我意思 那我當然我把它弄回來 我告訴你說 它每一個 都是 都是 獨立的 interface 然後而且你可以自由的換 再來我可以 Layout可以換 就是我可以讓它 像是上下兩個 對不對 那我可以把它增加一個 仔細看我的動作 我移到兩個 interface 的中間 有沒有看到變一個手 在你的電腦裡面 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話 應該是變成一個 上下的箭頭 你按右鍵 會出現三排英文 一個叫 split area 顯然我要切東西 就用 split area 切 就出現一個切的刀的橫 有沒有看到 我可以這樣切 好 我再做一次 我還要再切一個橫的 我就在直的這個地方 vertical的地方 按右鍵 再 split 再切 就變這樣了 OK 那我當然可以把它都變成不一樣 例如說我這邊變成不一樣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這樣來設計 那我一般來講做 model的時候 我會有三個 view 那一個 view 就是 Sy 一個是 yz 一個是 camera view 等等的 然後下面 下面我會留著 button 那我需要的時候 我會把它弄矮一點 這樣子弄短一點 好 這個大概是有關 interface的部分 那 interface 我再講一個 一點點東西就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隱藏的 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在最上面 你把它 有個手把它拖下來 這個隱藏 interface 這 interface 這個 interface 這個 interface 是比較特別的 它從頭到尾是在做一些 比較基礎的設定 例如說 file pass 常常今天 待會大家就遇到說 你做好的東西 你要存檔 然後放到哪裡 你會找不到你的檔案在哪裡 這邊就是你的 file pass 那 auto save 幾分鐘會被存一次 那系統要怎麼設定 open geo要怎麼設定 等等 這個是 這是有時候設一兩次就好 那沒事就不要來動它 就把它收起來 這樣子 好 那我有關 interface的部分 講到這邊